1月3日,黑龙江省鸡西市,45岁的李新云踏着嘎吱嘎吱响的鸡血,再次来到15年前丈夫死亡的铁轨旁边,在遗体被发现的位置躺下,向有短暂的冥想。 李新云把心里的疑问默默梳理一遍,等待揭晓答案的日子,这是最后一次,如果看完材料,证明我追凶的做法是错误的,我立即谎话遗体,把这事了了。 李新云说,他是世界上唯一对我好的亲人,我得给他求个真相。 2007年9月7日,李新云的丈夫吕强在鸡西市,一处铁轨旁死亡,他被通知到现场后,怀疑丈夫是被人谋杀,之后三年内,鸡西市黑龙江省公安部三次鉴定排除他杀,认为是生前被运动的火车作用致心脏破裂和严重如脑损伤伤死亡。 李新云仍不愿相信,他将丈夫尸体冷冻在殡仪馆,揣着疑问开始了追凶之路,他说吕强的遗体在殡仪馆14年,以欠费超过36万,为了省钱,他已14年没买过新衣服,他说要把自己当作铁人,有义务为丈夫追一个真相。 现在有两个希望,应是全盘看一下当年的办案材料,弄清楚丈夫的死因,再一个是希望孩子成绩在好点,考个好大学,他们多次找我,谈赔偿,我拒绝了,我不是不讲理的人,如果真的是事故死亡,我一分钱不多要,立马给殡仪馆结账火化。 近日,李新云得到机析市公安局通知,正全面梳理案件材料,将在允许范围内向他公开材料内容,以解其心中疑惑。 李新云说,这是最后一次,如果证明追凶的想法是错误的,立即火化遗体。 机析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曾多次接待并向李新云解释疑惑,目前把案件所有相关资料备好,等待李新云和他信得过的律师,法医调阅,希望李新云能重新回归正常生活。 以上,我 Mobik洞网站和侠宣押文 kijken。 大家记得一点点 fluct, го cloud正让我们届心。